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站住 站住 站在親愛平安 有聽到嗎? 有 看到各位大家非常高興 很開心 有的少年青年男女老幼都有 非常高興 今天我們來思考台灣的路線 我們這幾天也聽過 有時候是給我們活在現在的台灣 太多的路線 就好像你要去山上太多的路線容易迷路 那高沙族青年在二三十年前到都市的時候 也容易迷路 其實不要等到二三十年前 不要回顧 連現在也是容易 不會路 不是只有高沙族 家庭人 客家人也是一樣 共用 你到什麼路線 這是什麼中正路 然後經國路 然後跑進去 還有彎來彎去 奇怪這些 有時候訂的時間 奇怪 那個阿鐺還沒搞呢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拍電話 我還沒路 來到這邊 就不會迷路 現在的問題是 過去 現在 那都是活在現在的中華民國 這個中華民國我在打那個電腦的時候 我還會 我打中的話 就 華民國應該就會出來 打shift 那也說 假如說 權力的權 打權的話 那力就會跑出來 不是嗎 那中 應該打中 有國 中國 或是 應該有 華民國 對不對 我找找找 找都沒有 是不是因為去年8月20號 美國把 中華民國的官網 下架 把中華民國這個名詞下架 消息 該罪台灣 我不知道 我不曉得 是不是電腦 我從那時候也是當機了 不過 從這個時候 我們來看看 中華民國 有的說台灣 有的說台灣 就是中華民國 這個就是 今天搞混的 整個的人 生活的政策 還有整個 無論是你 各機構 政府的體制 也好 或是地方 或是地方 體制也好 無論是沒有體制 也好 或是有組織也好 或是沒有組織也好 都是活在 中華民國的框框生活圈裡面 在那邊 繞來繞去 在那兒 拉拉蛇 奇怪 那到底 東西南北 也不清楚 那這些 都是影響我們整個 台灣人的生命的命脈 沒有受到這樣的影響 表示你很單純 人有單純嗎 我不曉得 那今天我們來思考 怎麼去理清 今天台灣 或者是中華民國的 整個的政策 因為時間有限 我只不過是 舉例一些 中華民國體制下的 政策 還有對 我們高砂主的整個的政策 或者是 現在對年輕人的 迷惘 這一些 讓我們重新思考 什麼是真正的台灣人 那今天我們來看看 在 去年8月31號 我們林秘書長呢 他已經講得清楚說 那真的中華民國的標準法 就是會繞來繞去 因為本身就是這個 流亡政府的中華民國 以這個李清安這個事件 那我從這個自由電子報裡面 來摳一些的詞句 那我等於是回顧一下 今天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發生 有的人說 法官、法院是他們開的 本來就是他們開的 我什麼道理好說 是你開的嗎 不是啊 所以我們看看連李清安 這個沒什麼大不了的事情 因為他們怎麼定 怎麼定 雙重國籍的事件 這個就是我自己搞混了 不會不能怪別人 好 其實關鍵性是 無論是高等法院 最高法院 最後都是 在五十多天當中 就馬上 判 那 對不起 去年9月14日 然後到了 這個是 2008年的事件 不是去年 對不起 那在五十一天的時間 就三神撥回確定 而且是不能再上訴的奇怪 二神確定案件不得上訴三審 然後同樣的 不管是幾號 法界認為或是 對整個的判刑 對整個的判刑 我的印象好像是 本來是要判一億多嘛 不是嗎 這邊沒有 我把它扣掉了 然後在台北市議員 他們要罰兩千多萬 這個有關李清安的事情 到最後 都沒有事 人酸酸酸 不知道跑到哪裡去 聽說去美國了 那這些都是 因為 中華民國的憲法 迷迷糊糊 是他們自己造成 也是他們製作的 那我們沒有話講 因為沒有辦法結束 流亡政權 那我有什麼話講 你沒有辦法結束 中華民國的執政 都活在這個台灣的 你我都是受遭殃 那今天我們來思考 為什麼來到台灣民政府 就是要理清這樣的政策 理清台灣的我們本土台灣人的立場 理清我們整個台灣人在法理的定位裡面 更理清我們真正的本土台灣人 那本土台灣人 我們平常秘書長也告訴我們說 the people of Taiwan 跟the people on Taiwan 沒有不一樣 沒有共用 inipeternak 西洛牧師 inipeternak 對話 我怎麼講答案的話 這就是讓你們知道 台灣就是有那麼多種的語言 那這些秘書長也提醒 在聯合國的77條 實際上也沒有談論這個字字 因為沒有寫的就是沒有寫 好這裡了 在維基百科前書裡面 他們也記載 那這個 在 在 維基百科書裡面呢 他們實際上都是在 每年的 六月 二月都在開會 來定準這個維基百科全書裡面 所以裡面的著作 看是什麼人做的 有沒有台灣民眾在裡面做 當然沒有啊 你還有權力進去啊 本人都沒有啊 所以這些都是 在 因為我研究聖經過 所以我比較容易從聖經的一個土地神學 那邊來摳 這個 在 美國這個哈伯爾神學家呢 他寫了土地神學 另外有六個意識形態 那意識形態當中有 有六項 第一項跟第三項 還有第六項 軍王的意識形態 傳統的意識形態 跟階級的意識形態 今天 中華民國幾乎都倒在這個意識形態裡面 什麼是軍王 什麼是軍王的意識形態 就是你常常讚美這個軍王 你常常讚美這個統治者 你無論是寫他的歷史傳記也好 或者是整個中華民國的政策也好 你不得不讓他高興 你非得要做他高興的 或者是他所嚮往的 為什麼那麼多任命自己的人 當作法官也好 當作任何的董事長 或是任何的 我一直不想說什麼國家認證 國家公司 問題是台灣不是國家 中華民國更不是國家 所以這些都會給我們搞混國家跟政府 那這些的意識形態 都是在形容 因為常常被讚美 假如沒有讚揚他 下一次大概沒有你的機會了 這個就是軍王的意識形態 另外傳統意識形態是 過去大中國主義 一直把我們整個台灣人的所有的心思意念 教育政策也好 整個的政策也好 都是因為在大中國的框框裡面 來活出他們自己的所謂真正的人 沒有把其他的人當作非常有價值有生命的人 就要像老馬所講說 把高砂族當作人看待 當作人看待 不知道是動物還是植物 還好我沒有在他前面 我在大福初中四十多年前的時候 隔壁都是客家人 然後他剛才說 我坐在這邊 然後左右都是女同學 我坐過去 然後那個女同學又告訴我 親對腦 意思說 坐過去一點 我坐過去那個女同學又罵我 你坐過去 結果我氣在那邊 殺你們 哇 這個犯人殺人 真的高砂族真的要殺人 很生氣 真的想起來真的很可憐 然後 在階級的意識形態更嚴重 就像李清安這個事件 或者是最近發生的事情 無論是他們遊行火大的 遊行也好 抗議遊行也好 你怎麼去抗議 也是一樣在裡面 難怪我們的祕書長 嚇得忙 不過我們高砂族不是門 我們山上哪裏有門 以前的山上哪裏有門 不過今天這裏有了 受到你們的影響 哈哈哈哈 沙上哪裏沒有關門啊 連我現在我 昨天從苗栗上來 我親家我阿姊阿伯 都開開 裡面有什麼都沒有要緊 但是剛才到家裡 有要緊喔 要緊的不得了 連自己的爸爸 把自己的媽媽把它切 切屍體都有兜的事啊 這個都是悲哀 但是悲哀還是悲哀 我們還是要面對 所以唯一的還好 有你們的參與 有你們的到來 來到我們台灣民政府 讓我們重新來看見 我們的本土台灣人是什麼 嘿嘿 台灣民政府 台灣政府 讓我們看見有什麼亮光 這個就是你我今天來到這個地方 有福氣啦 我們高砂族不要常常拿瓶就說 有福氣了 到家來那些都是電視都是賺錢的 好 連那個我剛剛所講的 維基台北寫作呢 每個月第二個禮拜六舉辦 那這些的文章都會影響他們將來的決策 是身影著作的意義 那今天我們思考 在大中國的主義下 無論是在十八十七十八世紀 本來就是沒有平等的條約 秘書長講過啊 戰爭哪一個時代是不平等條約 都是不平等條約啊 然後我們看當時跟英國 或者是他們當時的了解 了解這個國際法 那到底國際法是什麼 有一個很要好的 我跟一個很要好的一個朋友 在談論這個國際法 也談論我們秘書長所寫的 新台灣新台灣論的國際戰爭法 我們爭論到什麼程度呢 哇滅紅而刺呢 那他說 他講了說 台灣有至少有兩百多個國際法學 兩百多個國際法的學者 那怎麼可以 怎麼比不上一位 你們的林志森博士呢 蛤? 你怎麼講林志森博士 你又不認識他 應該我來講 你怎麼隨便亂講 你那個兩百多位的法學博士 你可以講 我來講我的林博士啊 結果他說 兩百多位的法學博士 難道比不上一個林志森博士嗎 他說那你舉例啊 他講下去我氣得要命啊 氣得要命啊 我就氣也沒有用 我就直接跟他說 好啊 這個兩百多位學者 哪一個敢講 為了生命冒險 然後寫出真正的法理 台灣的地位 假如你真正全部寫的時候啊 哈哈 這個兩百多位的學者 你沒辦法在大學教書了 不一定在大學教書啦 鐵放完就跑掉了 你鐵放完沒有沒有了 那你還活在台灣呢 所以他們還是乖乖為了 這個中華民國的嚮往跟意義 和他們的需要來寫作台灣的國際定位 那我就直接了當 那這個兩百多位的法學博士 有沒有去過中國 喔有啊 他們常常去去那邊學術交流 學術交流 那以後呢 然後就各奔前程 然後呢 為什麼要包四 包什麼 我不曉得怎麼講 我不會講 那這些都是 都有論述 高金樹梅 我們胎兒主的 一半胎兒主的 真的我不敢講他 那跑到俊國神社 在那邊破壞 那亂到整個 烏入了 三萬九千一百個 靈魂的戰士 在那個地方 秘書長也講過 1945年4月1號 日本天皇招書公告 讓全世界了解 台灣就是他自己 台灣人民是他的城土 是 是成民 那成民以後呢 所以那麼多的本土台灣人 還有高砂組 特工隊 義勇軍 殺來殺去 三千多個高砂組 年輕人 然後帶動三四萬的 日本軍 在菲律賓那個地方 俘虜十四萬 十三萬多的美軍 那麼厲害 我跟一個老前輩 參加第二次世界 參加太平洋戰爭的一個原住民老前輩 談了以後 非常感觸 感觸滿深 不是高砂組 不是高砂組 很多當時的日本軍一定會戰死 因為他們武器什麼都沒有了 吃的什麼都沒有 都靠高砂組年輕人 他們用什麼 用最簡單的武器 小刀去放陷阱 放陷阱 掉到山豬 掉到飛鼠 哇 這個日本人說 什麼 這個是什麼 你要吃 你不吃 你就死在這個地方 結果吃的時候 飛鼠很好吃 我們這邊有幾個高砂組 飛鼠最好吃的是什麼 裡面的什麼 腸子 不得了 不用煮 就這樣吃 我也吃 現在也吃 沒話說 這是我們的文化 然後當時就在那邊 煮了 在那邊爭論 好 你們不吃 你先餓 餓一定會吃 這個是天經地義的事 所以我們年輕人在那邊 不是我們了 那是當時的 1945年 那時候 日本軍隊很佩服高砂組 所以連 因為沒有米 他們最先找的是 先找這個飛機 被打下來的飛機裡面 會不會找到米 結果有一次呢 米剛好就長出那個稻谷 兩根 他們就 注意把它移到地那邊種 因為他們在那邊 也作戰 差不多五六年 十年左右的時間 所以由這稻谷開始種 一顆一粒兩粒三粒 一下子那麼多 然後不但有骨了 然後米用手 用石頭打 然後剝開這個殼 然後就米 把它煮飯 把它煮起來 然後加上山豬 哇 啪咯 不是啪咯咪咪咪咪咪咪 大家高興 前幾天 台北的一個大學生 在我的教會裡面 我們也在那邊吵 吵那個 飛鼠了 山豬不容易 到那邊山豬 一看到胎兒子跑掉了 那布農族很聰明 這個被中華民國的警察抓到了 他說 你違反森林法 違反動物法 違反保育法 保育法是令刀的事 這個令刀的事 還是被抓起來 結果那個布農的青年說 我不知道啊 這個山豬 我也沒有給他叫下來啊 他只是來到我的土地啊 跑到我的土地 當然我負責啊 他跑掉以後 不是我負責啊 那個法官他笑得要命 那這些很有趣的 不過當時在日本跟高砂族一起 共同這個艱困這些的 戰爭的生活狀況的時候 還是高砂族就預備動物 然後主這樣讓他們過了一起生活 所以那個那個老老爸爸呢 前幾年就在日本過世 那他的兒子也當牧師 那我們在談論的時候 他去也去過日本去看他爸爸 因為他 日本投降的時候他沒有回台灣 他就給日本政府養他們 有幾個高砂族在那邊一群一群 結果已經90多歲了 已經往生 那還沒有死之前 他的兒子就到日本跟他聊 聊到第二次世界大戰 在太平洋戰爭的狀況 那這一些的小故事 就是我從他身上聽出來的 那這些的事情是因為 真的是為日本國土 為台灣來犧牲 那有的人就糟蹋這樣的犧牲 秘書長講過 三萬九千一百我們台灣人 也是當時的日本臣民 葬在靖國神社 那今天大子 不是高雄 不是高雄 沒有高雄 高雄 高雄沒有大子 沒有 大子在哪裡 台北 還是認識自己台灣的國土 不是中國 那大子 那大子裡面不是有一個中列詞嗎 中華民國的中列詞 那中列詞 佔在什麼樣的人 把以為是先烈 我們不是先烈 秘書長說我們是先人 那這些先烈者 都是中國人 站在中列詞 幾乎沒有真正的台灣人 那表示 自己人無關 中列詞是非常英勇 而且是一種一個生命的記號 那但是中列詞 台灣人都沒有 這個就是因為沒有把自己台灣當作自己的本土台灣人 但是現在是因為碰到這些政策呢 已經亂掉 那回顧過去十八十九世紀裡面 在馬關條約裡面 他這邊是獲得 他怎麼獲得 那實際上 應該是永久割讓 那這些詞詞誰寫的 不是本土台灣人寫的 那當然詞詞就會有他們自己 在 中國這個康熙這個 那一時代呢 他們放了內地十八省 那也不包含台灣 我們看在牡丹事件裡面 這牡丹事件呢 高沙族跟日本最輝煌的戰列 那他們日本一登陸到 因為碰到颱風季節 然後碰到 登陸到台灣屏東那個地方 結果日本一看到 哇 我怎麼都是黑黑的 我們百萬厲害呢 不管是黑黑 但是我心是很白的 我就跟他做起戰來 那牡丹事件發生 結果他們日本就控告 滿清政府說 奇怪你們這你們的人 怎麼可以殺我們的人 哪一個人啊 昨天看到那個 台灣 他們 有六個 啃吞區 那個台灣 不像台灣是像蟬 有沒有像蟬 那實際上隔壁 那一大片都是高沙族的土地 那所以他們就覺得說 欸 這不是我們的人民啊 這是野蠻人啊 哇 這個 還好我們祖先沒有聽到 是他們記錄下來的 那不過 在這種情況之下 牡丹事件就 也算進入到 一個歷史的文獻 發現說原來牡丹 屏東的排灣族 非常強壯 有時候 不小心你的頭就砍下來了 所以有的人在開玩笑說 小心喔 不要跑到 在日本時代了 不要跑到黑暗的地方去 灑尿啊 不然他頭就不見了 因為晚上 高沙族 哇 活動力很強 我現在有 有一個大兒子 三十多歲 他活動力到什麼程度呢 這三個禮拜呢 三個禮拜喔 四點多就起來 就去山上 用頭燈去砍竹子 然後七點半回來說 每次四點多的 一定要打電話給我說 爸爸 起來了沒有 我說 阿伯哥阿伯 困爸呢 都常常叫醒 嗨爸爸一樣 你看都瘦了這樣 不過年輕人真的是 蠻有力量 何況在 第二次世界大戰 太平洋戰爭 那時候 你看特工隊 真正台灣人 進入到 戰爭的時候 非常高興 而且是榮譽感 不是像高金素美所講的 是日本強迫高沙族參加 義勇軍 沒有這樣了啦 是自己願意 希望 是志願軍 是自己願意 為了日本 為了台灣 有這樣的生命的冒險 所以這個是 非常有 覺得非常有價值的一件事情 但是來中華民國來到台灣 什麼都改變 連整個的土地政策都改變 你等一下會談這個 為什麼有高沙族的 黃我土地的運動問題 按照 秘書長的台灣論述那本書呢 其實 在戰爭法 應該把台灣把它設立起來 那當初是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也就是應該要成立台灣民政府 因為你佔領者 你征服這個地方 你就要按照你的人權 當地的人權 來設立民政府 人民政府 然後茁壯以後 成為真正的政府 這個是 在 拿破崙時代以後 在1830年 那一段的時間 之前都是 誰攻打誰 就是他的土地 那假如沒有 拿破崙那時代 他們規定的國際法 戰爭法 那整個全世界都是美國了 對不對 所以有人說美國是 最強悍的警察國家 沒話說 人家有那個力 有那種實力 但是他不因為這樣 而自己高傲 反而遵守 拿破崙那時候的時代的戰爭法 所以就 台灣受到日本的統治 然後成為自己的國土以後 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打敗仗 那打敗仗 美國就應該做這個 台灣民政府的 那當初是他們有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當初是原來是訂定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所以 那第二個是台灣軍備總司令部 這個實際上就是 真正在掌控了台灣人民 所以造成他們將來的二二八事件發生 那當然這些都是 當時的中華民國他們自己的政策 有一次不是李登輝要 要廢審嗎 結果美國就阻止他 你一旦廢審 那原來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這個組織呢 也會被廢掉 那被廢掉 那台灣民政府就沒有 立足在台灣 也可能成為 中華民國自己的國土來看 當然因為 林志生博士 他發現台灣的地位 所以找出我們的路線 那這一些的混亂呢 我們以為說是真的 只要抓人沒有話講 只要被槍斃也沒有話講 因為當時覺得是你是叛亂組織 但是這些是因為我們不知道這樣的政策 我們不知道這樣的路線 台灣民政府就找到這樣的路線了 所以最後 真正能夠釐清就是只有控告美國 全世界哪一個可以控告美國的 那實際上 因為我們的秘書長他發現 歷史的地位是不容忽視 而且是生命價值的一個路線 所以開始2004年2005年 秘書長跟何若元顧問就研究 因為李登輝也曾經跟秘書長講說 你不是學過贊同法嗎 你研究一下看看 能不能找到台灣的路線 能不能找到台灣的地位 結果找到了 然後交給李登輝 李登輝也他也愛在這個民憤 愛在這個要準備 我不曉得那是他個人的 但是他雖然講說流亡政府 都是為什麼不要在執政的時候講出來呢 那卸任以後才講出來呢 是不是台灣人在構成 是不是台灣人自己的這樣的個性 不是不是跟台灣人 人就是這樣啦 美國人也是一樣 日本人 各種人都是一樣 在在位的時候不敢說 利益嘛 貪嘛 所以雖然有的說錯誤的政策 勝過貪污 其實我告訴各位 我們在研究政策的 若不是貪在裡面 你政策也沒什麼好用啊 所以你說貪污 其實你定定這個政策 當然為了福利嘛 那福利一出來 貪就慢慢就慫恿出來了 就像每一個人都有信仰啊 那信仰的生命 你沒有把握住生命的價值的時候 你用你貪 你用人的弱點 你用人的罪惡 你用人的本性的罪性 混在一起的時候 啊 那這個政策也是一樣 也是遭殃 所以今天我們來看看 昨天秘書長也給我們 講得非常清楚 Chinese Taipei 然後 有的人說中國台北 大家昨天秘書長不是在問各位嗎 我們再複習一下 好 那有的人說我在後面聽到說 中國人在台北也可以啊 中國的中國台北也可以 中華台北 因為這些中國人很會玩文字遊戲 自己發明的 當然自己做自己的遊戲啊 所以 不論是中華還是中國 一樣啊 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 逃亡就逃亡嘛 摩西 帶領以色列人在埃及 就逃亡嘛 還有什麼逃難 因為他沒有辦法立足在埃及 那今天中國人 蔣介石這個集團沒有辦法立足在中國 當然討啊 討到哪裡 貪嘛 最後他還是喜歡 所以在那種情況之下 一樣也會碰到這樣的問題 我們只剩下幾分鐘很快 那 我做因為 我先談這個 我們高砂族比較 對我比較貼切 讓你們也認識一下 你們不認識高砂族啊 是你們的不服氣耶 啊 不 不夠服氣了 不是不服氣 好 中文是我的不夠 沒話說 但是我不能逃避 在土地政策裡面呢 為什麼說高砂族 三地同胞 還有 翻人 生翻 手翻 三地三胞 所以有的人說 三地三胞 那你細胞 我三胞 那你現在的土地都是保留地啊 在整個我們傳統領域都是保留地 他就是不要讓高砂族自己有土地 其實有 一夾才幾千塊而已啊 台北一坪 最貴多少 沒有 沒有 三八九十五萬耶 信義囉 奇怪這些政策我不懂 那 為什麼要還我土地 就是因為 年輕人還有教會的人士 大家看見 有的說 你們牧師就好好在教會做牧師就好了 你講的喔 不是我講的 我講的呢 牧師不但幫助教會 也幫助當地的部落 也幫助當地的原住民高砂族 我們開車 開車不是為了我們方便耶 太多生病的人 有時候變成救難車 有時候變成救護車 也有時候變成生產車 真的耶 已經快要生產的媽媽 多的事 都是因為沒有交通嘛 沒有車子嘛 當然就要靠牧師的車嘛 當然我們一定 沒問題一定會幫助 我這個在我幕會三十多年 經歷太多次了 那但是這些 因為 把所有的政策呢 欺負台灣人 高砂族 我們今天不是說 要做個比較 其實有比較 也是弄清楚 台灣民政府跟中華民國的不同 所以今天 高砂族能夠來到 我們台灣民政府 有時候真的很忍耐耶 吞亂耶 因為講師大部分都是用台語 好老話耶 高砂族 高砂族也很會聽台語 我也可以聽啊 但是有一些念在不會聽的話 我在那邊打瞌睡 所以我一看 哇 我的同胞在打瞌睡了 聽不懂 所以我們的講師要參雜一下 要高砂族 除非今天沒有高砂族 那最後我們看看 這些的三老鼠 國家公園 林務局這些 以後 台灣政府 我們台灣民政府 執政以後 整個傳統領域都歸給高砂族 然後自己管理 沒有什麼林務局 沒有什麼 這些國家公園 這些 要配合我們中央的台灣政府 這些 因為現在都是黑道掛鉤了 連那個我們大安西 巨大的苗栗大安西 滿寬 差不多快一公里 我部落底下 那些泡流墨 殺死 都是官商勾結 你看三老鼠那個大木頭 很厲害 那個大木頭 本來生長在很漂亮的山區 結果大颱風 以後 變成那個 有巨過的漂流墨 也會被巨 也會自己 巨自己嗎 聽都沒有 奇怪 一塊這個崩了三石頭 土石流下來的時候 本來都是破破爛爛嘛 結果很整齊 大的 一大塊 蕭楠 然後整個 然後 超多 這個幾公尺啊 那麼長 結果 他命令我們不能去拿 那 我們本來颱風 高砂主 最喜歡颱風季節 去抓魚 去抓這個木頭 結果中華民國 一來的話 什麼都不行 一個月以後 把所有的好的全部 被黑到實彈 拿著 不要讓高砂主接近 假如 我本來要提供 跟副主席說 我們高砂主要不要自己 製作槍 把他害到自己 但是 不過這些都是 希望 我們台灣政府 民政府 一定會都改掉 只有李清 只有台灣民政府 只有你我們的 大家的成員 來建構我們台灣政府 這是美國的要求 才有 結束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的一天 這樣好不好 好 謝謝 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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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早安 走 我們早安 中文字幕——YK